生活中啊 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当某人问我们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时 而我们又不想直接回答 一般的做法 往往是口不对心的随口应付几句 而这类似乎不用负责的随口应付 往往是不自觉地在说假话 打妄语 不是吗 让我们来看看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事吧 不久前 一个学生却向老师请教问题 学生问 老师您会死吗 老师笑眯眯地对学生说道 老师不会死的 老师怎么会死呢 话音刚落 老师看了看这个学生 漠然的神情 于是就问学生 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学生说 上个周末 我的爷爷死了 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 这位老师 这位老师立即意识到了自己说了假话 于是立即对学生说 老师啊 刚才和你开了一个玩笑 现在老师告诉你 其实老师也会死的 这位老师的做法 先错后对 先说假话是错 后说真话是对 这位老师察觉到自己的错误 能当下改正 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但是 生活中又有多少人能像这位老师一样 察觉到错误 并能知错就改呢 现实生活中 不仅随口应付 或随身复合的情况 比一比皆是 而且 很多人在与人交往中 假话连篇 以骗取名利 为根本目的 当骗到名利时 他们高兴得忘乎所以 因为名利 让他们快乐开心 殊不知 短暂的快乐已经为自己埋下了恶的因种 世人之所以会这样做 最根本的原因是不明因果 对因果报应没有敬畏之心 不知道自己当下的身口意 一切行为都会落入因果 佛陀告诉我们 善因结善果 恶因结恶果 因果报应如影随形 丝毫不爽 如果我们连世俗的道理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都不明了 就会随时随地 种下诸恶因 终将遭受恶报 惨不堪言 所以 我们在随口应付 或随身复合的当下 一定要尽防 造下忘语业 在与人交往中 更不能有意说假话 人生难得 今生得欲如来正法注释 更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 只有真正的如来正法 才能让我们脱离轮回 成就解脱 永驻光明 但愿 每个众生都能有缘学习 拿摩枪佛的 浅世邪恶剑和错误之剑 如法修行 走上菩提之道